這份施政報告其實是範圍很廣 安揭上限調高了 不算太對症下弱 股市成交大增 證明香港這個金融中心 即使被人機笑為是為止 有錢賺的時候 外面的資金都一樣會來 政府的投資疑問 申請者又少批出來的 又少五千萬才計一千萬 即是食水深一點 施政報告之前已經交頭大增 二手一些小熱煮多數都反了價 我估計不用等到明年 今年第四季都可以看到一定的升幅 我認為安揭上限調高了 應該對買樓是有好處的 不過就不算太對症下弱 因為現在香港人買樓遇到的問題 不是純粹借不借到錢的問題 而是他自己應不應該買樓 或者是租樓的問題 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 他選擇租樓的話 放寬按揭也沒用 現在香港有一些人 因為對前景不夠樂觀 不夠信心 所以他就寧願先租 都不去買 如果他選擇租先 放寬按揭上限 都沒用 現在這個放寬上限 其實不是等於你去借就實借到 他只不過就不妨礙銀行借錢給你 以前他定了上限 銀行就不可以超過他的上限 但是你就不可以說 政府都給借七成 你為什麼不借七成給我 有每個人的財政狀況 銀行也都有權自己選擇 他的貸款政策 所以不是代表政府說借七成 你又借到七成 不過以前銀行肯借 政府都不讓他借 現在政府鬆了之後 銀行就可以鬆一點 如果借到銀行多一點的話 他就不用每次都跟按揭證券公司 去買的那些按揭保險 買按揭保險的比例可以少一些 這些都是對真正的買家上日市 是可以省一些成本的 這份施政報告其實是範圍很廣 所有層面都照顧 但是 最近有什麼對市場的信心有幫助的呢 一個我覺得就是 最近股市交投大增 即是特首說怎樣去鞏固金融中心的地位 發揮我們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 說就容易 做起上來就不容易 不過最近股市成交大增 證明香港這個金融中心 即使被人機笑為是為止 但我們的為止都很厲害 我們的為止 保持得很健康 也說動 就多多成交都能殺到 平時以前最興往的年代 都是做三千億一日 現在不止三千億 四千億 五千億 六千億都做到 即是我們這個金融中心 真的都幾厲害 你說那些人不來 一旦有機會又會來回 所以這件事都有提振信心的作用 即是有錢賺的時候 外面的資金都一樣會來 而來到我們都會服侍到它 多些禮物的手一樣做到 做學生宿舍其實就不是中原自己獨自去做的 我們是一個投資項目 是火拍一些其他投資者一起去做的 現在就願意做這方面投資的資金都很多 因為它知道需求大 以及這方面的需求是相對穩定的 即使經濟有起伏 那些人讀書的取態一樣是很堅定的 即是社會撥向教育的資源不會縮減 媽媽供的子女讀書的投入也都不會縮減 所以這份生意都幾好做 現在就很多資金都想做 現在問題就是缺盤 主發覺需求這麼大 我自己搞都可以 所以變成好盤難求 我們都在努力著 希望遲些有第二個 我們在這方面其實已經有不少經驗 我們之前在美國、英國都有做學生宿舍 這些投資項目 即使在疫情期間 我們的日注率都是很高的 很少讀書退學的 比例很低 所以是一個頗穩固的租金收入 我就知道政府的投資移民 但是申請者有少批出來的 有少完全答不到 即吸引資金和吸引人才的能力 我相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要求的金額過高 他現在 在金額上好像沒有改變的 不過就讓你買豪宅 如果你買五千萬豪宅 就讓你其中一千萬可以計落 去投資香港的資金的一個組成部分 這樣東西都 比起鄭藝准人家買商業樓宇就好些 之前他不讓人買住宅 其實來香港移民的人 個個都要買住宅 別人需要買住宅 你又不讓他買 你自己想買了一些商業樓 買不出就逼人家買商業樓 你越是優惠他 他越是想著你不知道是不是 他越是優惠他 所以這種方式的投資移民 就不算很受歡迎 現在開放了住宅樓 都可以作為投資香港的數字 一起計算下去 不過就五千萬才計算 一千萬 打了兩折 這樣就好像吃水深一點 樓市其實施政報告之前 已經交投大增 一手方面交投增加了幾個開 二手因為一手的盤還是各價求售 所以二手賣不起 二手一些小業主多數都反了價 因為他手上只有一個單位 你要他不反 他都覺得對不起自己 所以現在客人發覺一手還有些便宜 未加的所以他一手多 二手交投也多了 我估計當一手的發展商見價錢 當發展商增加價錢的時候 整個市場的統計出來的價格指數 就會有所提升 我估計不用等到明年 今年第四季 都可以看到一定的升幅 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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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討論